如果你是第一次相親或是說聯誼的話 我覺得盡可能不要去帶海彩灘 因為我朋友他上次就是這樣子 約一個女生去那邊 他想說去那邊第一次約會 因為女生也找了一些人 然後我想說你第一次約會 你為什麼會要約海彩灘呢 他說他可能因為有經濟上面考量 還是說怎麼樣不知道 然後就反正去約在那邊 他說大家去熱鬧一下 那我想說好吧 那就去幫你看一下那個女生好了 那因為其實你在一般的海彩店 其實來講的話 只要下班時間去吃 其實人都很多 而且都是人身鼎沸 你要其實溝通其實是很難 因為剛到的時候 那女生本來講話都還細聲細語的 就你要吃什麼 看你們啊 你們點就好了 然後我其實都可以 可是因為實在太吵了 就知道後來講話那女生開始 大概耐心已經被磨完了 所以開始講話就開始很大聲 然後本來也是不喝酒的 後來就是 我覺得心情可能就是開始煩躁了 開始也大聲喝酒了 喝了酒那也是算了 到後面腳也翹起來 然後還追酒 我想說哇哇 我會覺得 你看我那時候跟我跟妳講說 當然你看我是不是跟妳講說不要約這種地方 因為很容易就看到人性醜陋的一面出來 可是你約海彩湯也不行 那你約法國餐廳也不行 那是我個人 那是我自己本身不行啦 好不好 我的問題好不好 這是我的問題 我承認好不好 對不對 但是國賢哥講那個海彩湯 我覺得非常的有感覺 因為你知道之前就是有男生約出去約會 然後跟我講說走 我們現在就去吃這個最丟心 就是吃大甲蟹 然後那一隻也不便宜 而且一定要吃到好的 還要去很好的餐廳先訂好 那因為那是第一次出去 結果你知道吃螃蟹這件事情有多可怕 就是整頓飯一個半小時 兩個人都沒有機會講話 因為你就是要一直在那邊弄它 然後喬它 撿它 吸 然後再挖它 然後你知道吃螃蟹 要很難很優雅 就是你譬如說吃 譬如說漢堡好了 你還可以這樣啊 只側面一下 大螃蟹你要怎麼吸 沒關係 你怎麼這樣吸 就拿起來 拿起來看 你知道第一次約會去吃大甲蟹 吃完之後就一定不會再聯絡 我們來看到第五點 約會大遲到 遲到的理由超級瞎 這個遲到真的要無聊 約會怎麼可以遲到去第一次 對啊 怎麼好意思啊 來 愛麗絲你說一下你的經驗 我是沒有碰過那種這麼瞎的人 但是我有一個朋友 有一個女生 他跟他的網友 他們沒有見過面 但是他們一直在網上面 就是你知道 愛麗很久了 然後他們那個男生的照片 跟女生的照片 就像你們一樣 就是那種放個猴子啊 星星 就看不太清楚的 然後那個女生就跟他約了以後 說要第一次近距離碰面 結果我那個女生的朋友呢 就活生生的等了他40分鐘 女生等男生 女生等男生 然後 你知道那個男生還是出現了 然後那個男生就給他一個理由 就是說 其實我很早就到了 什麼意思 我其實根本沒有遲到 只是因為 我一開始站在那邊的時候 你旁邊有一個很胖的女生 我不確定到底是你 還是他 假的 所以 我不敢來認 因為我怕如果是你旁邊那個女生的話 我就要回家了 我們來看第四點 怡泰不注意小心見光死 我覺得這真的很重要 是 因為我有幫朋友去鑑定過他的那個相親的對象 然後他們是第二次 就是第一次他們自己先約會 然後第二次就想說找姐妹去幫他看一下那個對象 歐不OK這樣 我們就約約台北市一家非常有名的火鍋店 然後那個就燈光有點昏暗 然後那個男生來 然後他就坐在那邊 我們就三個女生 對他一個約會的那個相親的男生這樣 哇塞 然後那個男生他是一個醫生 大概三四十歲 然後你就會想說開始先從他的外表觀察他 但是他這一關都沒有通過 怎麼了 就是因為 外表 因為醫生他下班就是穿那個西裝褲 可是你就看他做的時候 那個西裝褲已經到小腿 就是不夠長 然後不夠長 他裡面還有白襪子大概到腳踝 然後配一雙咖啡色的皮鞋 因為他的偶像是Michael啊 黑色的西裝褲配咖啡色的皮鞋 我真的understand 我不懂為什麼 你們可以這樣子穿 那就算了 白色襯衫紮紮在褲子裡 腰大概到這麼高吧 系個皮帶 他的那個領片就是 襯衫那個領子後面已經泛黃了 他是白色的襯衫 你知道嗎 我還要再強調的是 燈光非常的昏暗 我居然知道他有色差喔 然後 好 再來 他那個椅背上的西裝外套 掛在椅背上嘛 我想說 唉唷 西裝外套還蠻時尚的 有點點的感覺 黑色的西裝有點點喔 是頭皮屑 真的假的 而且他已經不是小飄屑喔 是頭皮屑塊 就一塊一塊那種 我不會形容就很耳 然後對 好 橫耳 然後開始他要自我介紹 你們的姐妹喔 大家好 然後一笑我整個差點昏倒 因為他的牙齒上面 全部都是黃色的垢 哎唷 太誇張了 就是一般那種牙齒刷不乾淨黃色的垢 然後 好 算了 反正不是我要相親的對象 我只是去幫他看那個對象嘛 要吃飯了 然後開始那個手拿起來 要拿筷子了 我想說你是邪教教徒嗎 他指甲流這麼長耶 哎唷 我不能接受這個 小拇指 我想說你不是醫生嗎 有這種男生 可是他是醫生 好恐怖 他指甲還流這麼長 然後那天 你要不要開刀啊 你接牛排喔 然後就是因為他這麼多小細節 我覺得都非常不OK 而且不是你特地去看 是你不小心都會看到這麼多的缺點 然後那次吃完飯之後我就說 你可以不要再約他了嗎 因為其實他講話 我也求他不要講話 因為一開口那個肝火很旺盛 真的太臭了 你等於那一頓飯 你沒有辦法好好吃你知道嗎 他到底是哪一科的醫生啊 他是一般那個耳鼻喉科 那種小診所那種耳鼻喉科 好可怕喔 很可怕啊 你這樣你還吃得下去嗎 好可怕喔 我想說我還問我那幾位 我很納悶 我想說你怎麼會想說 把他約出來第二次給我們鑑定 第一次相親 拜託真的要乾乾淨淨的 我覺得還要注意一下 對 我們來看第三點 西半相親要謹慎 小心配角變成主角 真的會 因為我覺得這很重要的是 我之前在 剛剛去日本唸書的時候 我那時候班上有一個女生 她年紀小我很多 她才22歲 23歲 然後她是馬來西亞的一個 來去那邊唸書的 她長得也滿漂亮的 那有一天她就 她在學校裡面就一直把我當姐姐 因為我也大她很多歲 那有一天她就打他跟我講說 欸我們出去聯誼好不好 我說我沒有要跟你去聯誼好嗎 我跟你去聯誼 我幹嘛 我自己 自己就是 自討苦吃 對 很奇怪啊 然後她就跟我講說 姐姐是這樣的 我跟你說 因為我很喜歡一個男孩子 然後這個男孩子 他還是大學生 是日本 譬如說某某大學的大學生 那這個男生 我不確定他喜不喜歡我 所以呢 他說不如我們就來聯誼 那他還會再帶另外一個男生 那他就說 姐姐我不知道我還能約誰 所以你可不可以來幫我 而且你的日文又比我好 你可以幫我翻譯一下 然後我就 喔好吧 就去 結果我們約在那個 新宿溪口的車站 然後他們三個人就已經先到 我遲到了一下 一到那邊 你知道那一刻我就有一種感覺 不是 怎麼了 就是 我根本就是 母雞帶小鴨 你知道嗎 就是三個人都是那種 啊對啊 沒有 你要去吃什麼 就是你知道那種大學生 年輕人 年輕人 然後帽子還戴棒球 還戴歪的 然後背後背包 然後我就整個人 然後我還穿個風衣 你知道嗎 就是 就是熟女啊 我就覺得好尷尬 然後好 我們就到了居酒屋吃飯 果然我就整個人就很像 你知道那天很像保姆 我幫他們三個點餐 然後幫他們三個拿飲料 然後幫我朋友翻譯 然後我那天就覺得 天啊 我幹嘛要來自己找 就是給自己找 自討苦吃 很丟臉 就最後吃完飯 買單的時候 走出那個餐廳裡 然後我那個朋友 還很開心啊 謝謝姐姐 今天好開心喔 然後突然他喜歡那個男生 就跟我說 那我可以跟你要電話號碼嗎 喔